繼續來看江宇宙的人也是很惡劇 江宇宙一名男主到朋友家裡要救錢 但是朋友沒有在家 家裡的人也不讓他聯絡的電話 男主不满 拿著刀子亂飛 鏘腳對風 現在就滾爬腳踏 被海人專心到處的骨折擋胸 江宇宙一名男主無錢 要去找朋友借 但朋友沒有在家 親友不願意透露董事人的電話 結果陰罰男主的不願 本來對人滾腳踏上 甚至丫頭撲人 整個過程都被鑑識去協格一千里厝 先若石上的男主手丫頭 對親情紅色的臨性男主 先是一頓恐嚇 接著他又幾度丫頭飛舞 要求他的姐夫老生男主不出來不行 但是他發現老生男主根本不在家 由要求他的骨子靠電話 把人吹出來 想不到接著就是一頓滾爬腳踏 今天我們初不了解 那個安心色仙人 他臨成至發言地點 要找被害人的姐夫 因為被害人對色仙人並不認識 那不願意幫他聯絡其姐夫 造成色仙人心聲不滿 那當場通歐被害人 臨著男主比打到骨子 麵包、手、丁、鼻、含大腿 都有開放性的抗嘴 那他的男主下手、鄉懷 有時普人、有時打人 其實跟被害人 根本完全不認識 要是照打不亂 老前男主回來 看到小羊骨子偏體的臨胸 也相當的無難 事發的當時 小羊骨子都去打掃 保證效果 竟然不及適合 現在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要找被害人的 哪一男主以上發辦 先請我們前往 各位觀看 蔡鳳報道